Inecourt 阿福 看茶 看茶呀 这迎娶的事 是,家父是定在初十,您看怎麼樣? 初十?沒幾天了,嫌匆忙嗎? 不,初十就初十 外面為什麼會這樣吵吵鬧鬧? 小姐,這是幹什麼? 小姐,是千五大人,千五大人她是來下聘的 是,是 把這些東西通通拿下去,拿下去 敢問真兄,那鹽茶傘已經在縣牙劃鴨認罪 不知何故又一案開封重審 只因鹽茶傘的書童,雨墨,在開封府城中遭到毒小 包大人覺得事有蹊蹺 乃令鹽茶傘並按審問 敢問真兄,那鹽某在開封府衙可曾認罪? 看來馮千五對此案似乎相當關切 岳家獲釋,形同身受 再說,那秀紅是伺候金蟬小姐很多年 再怎麼說也得給他家裡一個交代 馮君所言甚是 你剛剛說的金蟬 這金蟬正是小女 金蟬 小姐,小姐 小姐 大喜之日 柳金禅自殺 幸好屬下及時趕到 總算挽回了一條性命 你可曾探出原有 柳府上下多三針齊口 對柳金禅之事避而不答 這麼說來 那柳金禅是不願嫁馮君河 屬下不敢往下斷雨 不過那馮君衡對閻茶散是否定罪 顯得相當關切 如何關切 屬下猜測那馮君衡對閻茶散 押送開封重審之事頗不以為然 莫非那閻茶散 大人 柳大人弘府 那泳墨清醒了 好極啊 小兄弟 什麼 冤枉 冤枉 圓枉 圓枉 他為了劉家小姐 明見 由老爺逼狗子 冤枉 不要記得 本乎明文 那你一家公子是為了劉家小姐 才貌似認罪 是否實情 公子冤枉 大老爺 包大人會替你做主的 張龍照顧 在 傳令 連夜往祥福縣 替那劉弘上唐聲問 是 劉弘 你可認得唐下人犯 回報大人 他名叫嚴岔傘 他是草民昔日同窗之子 素以博之相稱 是 他父親在臨終的死 阻托草民 支助他 進京應事 不料 他竟在寒舍 犯下殺人命案 草民無斷售獲 不知 林昇 來 大難 這 雖然 新权 租 而 九 在祥福縣神案公狀中 你也明言是他殺人之後你才趕到現場 如今又說你並非執政 出兒翻兒分明是擾亂視聽欺埋公堂 你該當何罪 回報大人確實如此 大人明朝 言查三 罪名在 案發當時你為何逗留現場 從此招來 回大人 只因罪名讓秀鴻掌聲秀鴻不從 罪名方才奮而行秀 當時可有其他人在場 並無其他人在場 豈有此理 那秀鴻 既為劉金禪的貼身女士 散今半夜 立當陪侍劉金禪 豈有獨自無憂前往花園治理 你入劉府之前 身受刀傷 散今半夜 若要尋登 也該有那餘墨相陪 你所言所舉 既為常理又被常情 分明是姿意杜撰蒙騙公堂 你若不是冒名鼎醉 就是量有隱情未圖 你認識不認 為大人 罪名 罪名 本案是否簽上那劉金禪 你從此招來 為大人 罪名親叔招撞在案 云游進城 本案與那劉小企毫無牽連 請大人明察 劉鴻 曹明在 那劉金禪 當真於本案無涉 回報大人 絕無牽扯 那劉金禪 卻又為何割腕自盡 劍查散 劉鴻 劉鴻 本府等你回過 回報大人 小女 小女為了秀鴻 小女以秀鴻 這就情深 如同姐妹一般 可不說 你不說 心裡難過 一直想不開 罷了 當真是為了秀鴻之死 所以自盡 回報大人 確實如此 放吵馬漢 再對 傳劉金禪來福問話 明日生長輩痕 有話 告訴 包大人 你別信 喝完了這碗藥 你想見誰都可以 小熊的 公子 冤王 求 求公子 冤 我 小熊的 嚴查散 宇墨死的冤枉 卻不希望見到你冤枉而死 你可明白 若不是宇墨 任了重傷向包大人伸冤 也許 不至於傷口崩裂 失血而死 對於我所言 你當然可以置之不理 可是由於你已經網送了四條性命 如果不把真凶器捕歸案 那枉死的人其何以堪 宇墨的死 更是毫無價值 我嚴禁於此 請你三思 請你三思 楊晴 你是宋氏 正是 是 君浩 我一不做原告 二不做被告 請個宋氏來幹什麼 六元外 您是讓那包枕給嚇昏了頭了吧 如果今日不是大人找到了我 只怕明日之後 您真成了命案的被告 這 我會想說 他生死的 你不做了 我沒有做了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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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要安慰 我會想說 感谢观看 明天大老爷冤枉 明天大老爷冤枉 你可知道本府正在省禮留宅命案 学生略知一二 既知本府尚在省禮 为何几股名冤 案情未明 尚未论断 何渊之有 何渊之有 尚未论 何渊之有 知本府尚未论 澄清 萱嫘 只可憐那苦祖 終日受靈垂淚 情難堪 氣難平 久仰青天包大人 公正無私 體血下棋 都敢秉稱 其包大人做主套還公道 身則以為 死則為安 少民姓盛 區區見情 上其包大人見察世尊 就你所成 那雕士情雖可明 但人命關天 何況一岸四密 本府豈能草率從事 莫非你暗喻本府刻意延當時日 回包大人 包大人萬萬不可曲解 學生絕無此意 只因那苦祖雕士不按律法 空自膠怨 學生受託陳情而已 大人 看來這純衛堂 是有所為而來 王朝馬漢張龍照虎 在 待人犯嚴查散 傳人證 牛洪 柳洪 劉洪 劉津 柳津 所以 人證 劉洪 劉津 欣賞 貂氏陳梅堂 站立一旁天神 謝包大人 走走一步,爹的性命就擔保 叩見包大人 謝包大人 起來回話 謝包大人 劉金蟬 你可認得唐前人犯 顏茶傘 民女認得 那顏茶傘 因何殺害秀洪 巨師回話 民女不知 那秀洪因何獨自一人前往花園 巨師回話 民女不知 其有此理 那秀洪乃是你貼身侍女 三今半夜 禮當隨世周遭 你怎可能不知 分明是欺瞞奔赴 民女 我 案發當時 你身在何處 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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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劉金蟬 巨師揮話 民女在 民女是在房裡 當時 你可以救情 民女尚未救情 既未救情 那秀洪何以為在身邊陪伴 而獨王花園 民女 那秀洪可日前去監獄前來 秀樓的顏茶傘 巨師回話 包大人 民主 絕望啊包大人 大膽顏茶傘 竟敢騷擾本府問案 該當何罪 包大人 民間 罪名此有餘工 可是萬萬不能大壞小姐的名情 民間 民間確實於花園中 巧遇秀洪犯下重案 包大與小姐完全無關 請大人民間 嚴茶傘 本府自由論斷 只要再多嚴 本府將要重遮加身 包大人垂臨 劉金蟬 請來揮花 謝包大人 本府問你 你與那秀洪名為主仆 情依如何 民女秀洪 情供姐妹 為何那秀洪失谷未練 你劉家卻無動於衷 依然納離受聘 花鼓迎門 準備婚姨 你叫本府如何相信 你倆情供姐妹 民女 此外包大人 民女實在是難以作主 如此說來 你是為了思念秀洪 拒絕逢家訂聘垂庄 無際可知之下 乃尋割晚自行下策 始於不始 民女 民女 大人 這與婚事無關 豈有此理 若與此事無關 莫非你機遇尋轉 乃是為了那嚴查判 大人用命 住口 劉金蟬 巨石揮花 大人 民女一時神仇難解 求死超脫 的確是一位新喜爺公子 所為何來 是一位民女爺公子 早有婚約 不嫩 不嫩 進展 進展 大人 他只因激動婚絕 不暗示 王朝馬漢 在 著劉金蟬歇息 蘇醒之後 帶至花聽問話 本府邀單獨詢問他 是 退堂 退堂 包主要單獨審問金蟬 沒有用 你女兒這麼合作 將來若是出了什麼亂子 也可得自己擔待 我 我不是告訴你 教他怎麼說了嗎 我跟他說了 可是包他你一到 他就 他就胡亂回話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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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蟬 是被包大人下昏了 他不會沒有分寸的 那小子一天不死 我看金蟬是不會回心轉意的 現在想一日不安 我們就一日不得安寧 可是 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去對付那個包大人 他一審再審 没完没了 只要包诊一律论断 他严撒散必杀 只要他死了 什么问题都了结了 不过 咱们得先找一个 压得住镇的见证 是见证吗 就必须是个 能让包诊有所忌惮的 比如说 陈欣一丑提办 让你栽培过你的徐公公 公公 嗯 你是说 在太后跟见那个徐公公 正是 可是公公为了郭怀被逮之事 恨透了包诊 他肯为我这点小事来开封吧 我又怎么跟他说呢 他嘛 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 加上在下三寸不烂之事 他必定欣然接受 说明白了 是 那盐他展该展不展 若日后无时镇翻供 那包的人 岂不得担上包庇寻思之罪 若是那个盐某 真的是寒冤顶醉的呢 那包的人 岂不就勿杀散良了吗 那时候 公公 您在皇上面前这个笨 那包的人 顶上的乌杂帽 还戴得住吗